嗨,大家今天好吗?我是耶莱娜 AI绘图虽然好用,但AI每次产出的图像都有随机性,就如同抽卡牌一样 因此,统一一系列的画面风格或人物长相一直都是AI绘图平台的痛点之一 最近,Me Journey是出的两项新功能指令 Character Reference角色参考和Style Reference风格参考 成功地让用户以更简单轻松的方式实现人物和画面风格的统一性 举例来说,若想生成一系列具有史诗般壮丽的画面图像 而且人物主角也必须是同一个人 于是,我先到Lexica寻找类似风格的图片 比如这张,然后将类似的图片先下载下来,用来作为参考底图 之后,进入Me Journey的Discord界面 将刚才下载的图片上传到Me Journey 在图片上按右键选择复制连接 如果有两张图片,就把两个网址都复制下来备用 接着,在指令输入框中输入左斜线 选择Imagine,再输入图片指令 之后,要在指令描述后面加上 Shrave空一格后把刚才上传的两张底图图片的网址连接贴上去 Shrave指的就是Style Reference风格参考 之后,我还加上了Graph并同样贴上一样的两个网址连接 Graph指的就是Character Reference角色参考 也就是说,我不仅希望Me Journey帮我产生出 长得像这两张图片的男主角 整体画面风格也要跟这两张图一样 指令末端,还需加上V6.0以及Sub6和Q的参数 这是因为,这个角色参考和风格参考功能只适用于6.0模型 而Sub6和Q分别是指风格比重和角色比重 也就是,要参照原本那两张底图的比重 SW的参数为0到1000,预设为100 CW的参数为0到100,数值0代表只会参考五官 适用于需要更换衣服或发型时 数值预告代表会参考整个底图的所有外形服装 送出指令后,Me Journey就产生了四张与原先底图非常相似的人物和画风 当然,角色参考和风格参考这两个选项也可以单独使用 例如只使用Shift功能 同样上传底图后,右键复制图片连接 在指令末端加上Shift和V6以及SW参数即可 R指的是画面比例,例如1比1或16比9 之后,AI就会产生四张风格与底图相似的图像了 有了这两项功能,一个人要做出拍大片的效果已越来越容易 日后加上类似Sora的力气上限 一人完成微电影的撞举或许也就见怪不怪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频道,感谢您